同学们大家好 听我继续来讲党史 今天我们讲孟良固战役 孟良固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在山东省蒙英县 东南孟良固地区 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山地进攻战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月下旬在泰安歼灭整编第七十二师主力外 都因为七十四师密集靠拢行动谨慎而未能实现 针对上述情况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 敌军密集不好打实 忍耐待机 一 不要性急 二 不要分兵 将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 只要主力在手 总有歼敌机会 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遵照指示 于五月上旬调整部署 把主力后撤至来武 新泰以东地区隐蔽待机 蒋介石 顾祝同得知 华东野战军主力撤退 马上命令三个兵团向博山以水一泄寄进 担负右翼进攻任务的第一兵团司令昌恩博 不等第二第三兵团统一行动 就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骨干 在整编第二十五师 第八十三师的配合下 于五月十一日从蒙英县舵庄桃须地区进攻弹部 企图乘机占领遗水至蒙英公路 令以第七军及整编第四十八师北范遗水 侧应整编第七十四师作战 以整编第六十五师担任蒙英防御 我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 副司令员素玉 副政治委员谭正林抓住战机 毅然下定虎口拔牙的决心 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势 集中优势兵力对其实施维艰 集中主力五个纵队东夷 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 于淡部以南 孟良固以北山区 我第四第九纵队从正面发起攻击 第一第八纵队迂回至七十四师两翼 切断其与左右林的关系 第六纵队星夜飞驰一百多公里 从后面封阻了七十四师的退路 我五路纵队将敌紧紧包围于孟良固山区 孟良固山顶平台四周崖壁峭立 为了在援兵赶到之前彻底歼灭敌人 我各路纵队发起猛烈攻击 敌人依托岩石居高临下疯狂反击 最后双方展开白刃战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 我军全歼敌七十四师 共3.2万人 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 这一仗震惊了国民党军内部 蒋介石文迅痛心不已 哀叹道 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 最可惋惜的一件事